代表表現最不理想的一個先發投手 尼夫德第一球就被打成了在中間方向的飛球 林哲軒撲下去 接殺出局 這個球相當漂亮 這是林哲軒的一個水準 難怪日本人稱他為台灣伊朗 台灣的林牧伊朗 有這樣的一個潛質跟未來的發展性 這球打得不錯 但林哲軒速度快 判斷這次就相當準確了 尼夫德也來到了個人第三局的一個投球 輪到第三棒的金賢豬 第一球是一個好球進來 前一個半局好不容易中華隊是攻佔了滿壘 只有一出局 但是大家最不想看到的雙殺打出現了 而且是所謂最保險的一個雙殺 先傳本壘再往一壘傳 絕對不會掉分的一個雙殺 所以非常非常的可惜 原本在整個氣勢上台灣隊已經起來了 而且有攻下大局的一個機會 不過講之前的出棒 還是最後是形成了投手正面的滾地球 出現了一個最不好 大家最不希望看到的結果 這場上打擊的第三棒金賢豬 今天上來過一次靠寶宋 好球 這就是尼福德你面對左拿者所必須要能夠拿出來的壓制力 相當不錯的一個外角的球 那葉君章呢 這球配得相當的漂亮 在球速領先的情況之下呢 用這樣的一個球 對方自己想要 我至少先碰到再有繼續打擊的機會再說 比賽來到五局的上半 輪到韓國隊的進攻 場上投球的還是尼福德 派機進入到個人第三局的 應該講第四局的投球工作了 面對到第六棒的李振勇 現在尼福德一開始投得不錯 連續的兩個好球沒有壞球 好球 黑棒落空 三個球演出了三陣 連續的兩個快速球之後呢 葉君章在跟尼福德搭配一個外角的 先一個變化球我們看 就收到壓制左打者的一個效果 所以尼福德他絕對是有 以左至左的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能力 其實呢 就 第九棒的高永明 其實打擊的能力呢 並不強 咦 這時候 是要換代打嗎 突然呢 已經 要站上打擊區了 但是呢 高永明卻又往休息室跑 這鏡頭take就不對了 應該繼續take 他是要換棒子 前一次他上來擊出安打 不過呢 在壘包上被尼福德精彩的牽制 造成了夾殺出局 這一次呢 尼福德就不要再被他擊出安打 因為再被安打的話 要得分了 葉君章蹲得很內側 好球 好球 今天呢 打得非常好的這個選手 兩次都安打 還有一支全能打 所以呢 先來一個內角球 威嚇他一下 這個配球呢 葉君章 配得相當的精彩 好 漂亮漂亮 第一個非常偏內側的內角球呢 讓打者嚇了一跳之後呢 接下來再配一個變化球偏低 結果造成了揮棒的一個效果 揮棒落空的效果 一好一壞 這三個球配得真的是沒話講啊 君章有夠厲害 第三個球 來快速球 你不打 是一個好球 所以在經過一開始驚嚇 再來看到一個變化球出棒落空之後 突然來一個快速球 打者根本就沒辦法出棒 來看決勝球 還有一個運用的空間 一個壞球的運用空間 這球也投得相當的不錯 走外側 那邊邊角角 打者如果呢 不謹慎的話 就會出棒落空 打不到 因為這球比較外側 那就像他打到 也可能行得戒外球 或是打不好 那引誘沒有成功之後呢 現在看看兩好兩壞 葉君章 這樣配什麼樣的一個球路 還是走外角 漂亮的一個變化球 所以這一次的整個打擊 葉君章的配球 真的是鞠躬絕尾 他是非常棒的幕後英雄 也讓對方留下三壘殘壘 比賽來到了六局上半 然後現在呢 台灣跟韓國隊呢 可以說打得是相當的激烈 台灣隊呢 終於是打出了到目前為止呢 可以說單場得分最高的一場比賽 場上投球的還是尼弗的 對方的這個打者呢 看得出來 就是因為覺得 尼弗的球現在已經進入狀況了 拍爬不好打了 所以呢 李仲駒第一個上籃 他想要做觸點 因為如果他真的打得到 他沒有必要做 想要做觸點的方式來上籃 所以剛剛那個球也點不到 他被試破之後呢 只能夠來做正常的攻擊 但是 怕不 現在兩好球沒壞球 尼弗特也進入到個人的 第五局的一個投球工作 所以整個timing呢 都沒有辦法掌握得很好 這個角度投得也蠻刁鑽的 只能夠讓李仲駒呢 揮出一個反方向的界外球 所以他的揮棒的一個 形態也跟林沐浩蠻類似的 就是整個身體是已經朝著一壘方向來走了 來揮擊這樣的一個內角球 來看看葉君彰 這時候 是不是要來做訴求的搭配呢 嗯 還是走變化球 但是走到外角來 三陣掉了第一棒的李仲旭 嗯 相當的漂亮 哇 尼弗特上來之後呢 在最近的三局當中 也演出了有四次三陣喔 所以原本呢 在之前比較讓大家擔心的中繼投手這一環 今天尼弗特是非常 呃 硬